Rider Shipping 坐落于荷兰的Wins Houghton 它已在中国市场活跃多年 船队中的大部分船舶在中国建造 并在远东提供集装箱支线服务 远东的销售和生产市场 正在源源不断地促进全球贸易 在未来的几年中 对船舶的需求量将不断上升 因此Rider Shipping 正在不断扩大它的船队 Rider Shipping 是全球化运作的 Boost集团的子公司 除了管理自己的船队 Rider同时还对许多Boost集团 在中国建造的船舶提供技术管理 合作是在中国成功开展业务的关键所在 船舶代理公司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作为船东代理 爱华航是Boost集团在中国联系港口 政府部门和船厂的主要合作伙伴 由于中国高科技的快速发展 出行变得更加便捷迅速 几乎每月Rider Shipping 都有管理层 监造师和检验人员访问中国 大量Boost集团的船队建造于浙江舟山 欧华造船厂 双方在互相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展开合作 生产流程的长期改进提高了生产质量 并减少了人工和原材料的开支 Boost集团与德国的一家工程设计公司合作 进行船舶设计 生产设计最终在欧华船厂实地完成 为新造船项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船厂拥有全系列的生产设施 先进的以鹊鸽腔把钢板切分成指定大小 每年的钢材消耗量超过了8万吨 欧华船厂拥有超过25万平米的车间 生产设备 仓储和总装场地 公司以诚信 现代 创新 提高竞争力为宗旨 众行龙门调正缓缓地把大型分段放入指定位置 工艺精湛的欧华船厂向他在欧洲 韩国和日本的竞争对手 发出了清晰的信号 BOOS集团的新造船部门负责整个船舶建造过程中的监造 这个部门拥有超过30名的员工 船厂必须以最低的成本来达到高质量的标准 这样的标准只有通过严格的管理和良好运作的生产流程才能够达到 BOOS集团 爱华航和欧华造船厂之间的良好合作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欧华将不断地投入创新 提高船厂的科技水平来建造更大的船舶和分段 不久 欧华将会开始建造1500箱到5300箱集装箱船 远东的市场不断地发展 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 对运力的要求也随之越来越高 因此 RIDER SHIPPING 在亚洲的业务也将会稳步地扩展 中文章的颜色